10月10號 中共疾控中心通報 9月份全國新增新冠病毒重症病例398例 死亡病例45例 病毒均為奧密克戎變異株 涵蓋96個進化分支 主要流行株為XBB系列變異株 官方數據在微博上引發網友熱議 認為數據不實 不可能這麼少 很多沒算進去 我們這邊就算是有 也不會網上報 有什麼意義呢 也沒人管了 全靠運氣活著 大陸民眾王先生12號告訴新唐人 他身邊不少人出現發燒 喉嚨痛 咳嗽等症狀 聽在醫院上班的朋友說 醫院有疫情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醫院 住院前要做核酸檢測 朋友他說有 但是不要往外說啊 都不能說啊 地方不測了 就慘了 大地方應該是野嘛 我們這小地方 還有網友披露當地或家人死於新冠 附近村屯歲數大的 新冠死的挺多的 算進去了嗎 我家那邊有個人症狀不中 說沒床位 結果第二天人就走了 說肺都白了 我爸爸因新冠引起病發症走了 但從始至終沒有寫因他 新唐記者雄斌柏妮採訪報導